交通報今天公布 這個過日幾年 所聞各位 五個路南的車條 在連接第一天 跟車一車禮的相職 另外再訪後會頭一個 過日幾年的自己 同時議員公司 五個郭一天的劉文龍 應該會超過這兩年 未來的情況 今年過年連到五十天 交通報報告 南鄉環鄉車條 在連到第一天 二十 跟車一車子 就是一隻到二三 流行出現 車子 車子 是出現官公出去戚頭的車條 因為家裡等 有家會為車子的禱告 車子 流行出現 較混散的北關車條 那所法公路 本康春秋冬庭 春節無關的影響不大 大清水路段的話 因為在春節期間 它是完全 這個開放通行 並沒有阻礙的 所以在這個路段 並沒有相關的阻礙 原有的這個車流的部分 我想就是跟以往的模式 一樣 最終還是希望給花東一條安全 這個平安回家的路 這是最重要的一個部分 郵政東府 過過新年 出現爆發性越猶豬 土地公司有過連到出入境 高峰 會落在休假前兩天 一月禮拜那天 可能突然九萬人出 是立法律康年二月以來新冠 出入境真相明顯 今年突然會到年越多 兩千萬的目標萬元 大概一月十九號開始 八萬四千人 一直到最高是初七 九萬四千人 初八是九萬兩千人 所以大概一月十九號到一月三十號 有九十八萬八千多個旅客進出 所以基本上一月大概可以接近兩百萬人進出 另外 親受關注的 內閣解鎖問題 團出王國債的專人 華航公司黨署長 交通部長 是由前激郎市長 任由衝接鎖 王國債回應 目前沒收到歡迎 政府的統帝 也憑出是交通改革 有完會做好每一天部長的工作 記者綜合不得 是西涅 在陽西 客人